苏州鲁鸭 选用的主料是 洗净的白条鸭一只约重一千克 白糖二百五十克 味精两克 盐五克 八角四粒 花椒十克 桂皮 桂皮二十五克 料酒十克 葱姜各十克 红曲粉五克 做苏州鲁鸭的时候 用料酒 盐 味精 搓入压身 然后将姜和葱 装入锅中 装入糖内 腌制十二小时 在钢筋锅中 在钢筋锅内注入清水 放入腻水 放入腌好的鸭子 放入味精 盐 白糖 以及葱 姜 桂皮 八角 放入料酒 和红曲粉 然后用大火烧开 将鸭子捞出 放入料酒 将鸭子 带刀切成块 装盘 这道菜就做好了 装盘 这道菜的特点是 鸭子称玫瑰色 甜咸适中 肉香软烂 桂花 鸭子称玫瑰盐 中尸